刘伯温求雨赤墨 刘伯温会趁机劝说朱元璋去做一些事情,这样合乎天道。 又能顺应时事,皇帝身边如果有这样的臣子,你就等着享福吧,因为这样的臣子会帮你料理好很多事情,因为他们能抓住机会,进行觐见。 朱元璋当吴王的时候,江南发生了一场大汗,刘伯温掌管天文,朱元璋就问他为什么会发生大汗,怎样才能求上天下雨。 刘伯温掐指一算,就知道未来几天肯定有雨,再看看天上的云层,有道是老龙善林不过三,刘伯温就知道三天之后肯定有雨,且降雨规模正好能解大汗。 于是刘伯温掐说,天一直不下雨,因为捞玉理官压的人有冤枉,朱元璋看了汉天,便信了刘伯温的话,派他去查监狱理官的犯人。 刘企一查,果然有不少冤假错案,于是用了三天时间,平反了冤假错案。 然后把错抓的人全放下,不宜会雷鸣电闪,乌云密布,苍天普将甘林,而且于是越来越大,朱元璋一看就高兴了,随即重赏了刘伯温。 后来等到刘伯温即位的时候,京城再次遭遇大汗,大地都开裂了,于是朱元璋又问刘伯温何时才能降雨。 刘伯温说,战争中的死亡将士,他们的妻子需要抚恤,一些在铸城中死亡的工匠,尸骨还暴露在田野上,没人收埋,如果将这些事情做好,上天就会降雨。 朱元璋一心求雨,很快就批准了刘姬的要求,抚恤了将士的妻子,掩埋了工匠的尸骨,但过了好几天,依旧没有下雨。 朱元璋很生气,就问刘伯温是怎么回事,刘伯温就说朝中有奸臣,朱元璋就问奸臣是谁,刘伯温就说,势力擅长的亲信联宾,只要杀了这个人,上天就会降雨。 朱元璋一心求雨,于是就下令斩杀了脸兵,没过几天果真就下雨了,于是朱元璋对刘伯温更加信任,但不久以后,朱元璋晚上做梦梦见一条龙,说要把南京的水神部吸干。 因为朱元璋没有供奉龙王,激怒了龙王,朱元璋醒来就感到害怕,于是就去问刘伯温。 刘伯温想了半天说,我来降服龙王,于是刘伯温就拿着长剑与龙王开始斗法,双方打了三天三夜,也分不出胜负。 然后龙王就招来龙子龙孙,开始降水,大水很快就围成了,刘伯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于是刘伯温想到了岳飞元帅,因为岳飞死后成神,在天上当上了岳元帅,刘伯温瞬间打坐,默念咒语,说的可能就是请天神岳飞相助等等。 这时岳飞从天上下来了,施法很快就降服了妖龙,并将妖龙锁进了锁龙井中,然后刘伯温他妖龙再次出来作乐,就在锁龙井上建立了一座岳飞庙,从此让岳元帅震慑妖龙,这就是岳飞驻刘伯温锁龙的故事。 刘伯温这种人往往百年难得一人,因为他懂得修行,有很高的道行,传说他能滴水成雨,呼风唤雨,所以这种人往往很神秘,因此被历代人崇拜,当然传说只是传说而已,并未亲眼所见,所谓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就是这个道理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